一诺回应暖阳影泪目 但他在外为国争光 AG这个家却差点要炸裂开 中医的地位还不如一安 格米尼时隔五年重回赛场 第一时间当着Fly的面辟谣 有些人哭着哭着就笑了 伴随着梦之队在沙特豪取五连胜 一诺又拿到公孙丽的皮肤签名 感觉他从亚运会拿到金牌后 才算是进入职业生涯巅峰期 只不过因为他在外面各种送皮肤签名 AG这个家却差点要炸裂开 因为他给别人都是600米的安排 这其中就还包括了一安 甚至他还给暖阳送了皮肤签名 更是在底下回应了暖阳影泪目 一阳组合还在的 两个人的友情一直都在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另外一边中医闹过以后 一诺也是给他补上了金额 只能说会哭得小孩才有糖吃 这样看来最受伤的还是阿泽 曾经的阿泽学长 如今看来是真的回不去了 徐碧晨给别人皮肤签名转了600 我今天找他要他只转我50 转转你得了 就转其他的了 这太高了 真的呀 哇好像有个偏底一样了吧 我要问一下 我可是 其实也没很想要那个皮肤 我可是想要他表达一下 肯定是有好贵的 皮肤都不漂亮 华海原本也是50 他还不是直接做吗 嗯 我也想发这个 我也想发一个谢谢老板 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也想发谢谢老板 有没有这个机会 一安也是不快 我当了 哇 就这样 对待队友 当我说的 然后就是格米尼 时隔五年重回赛场 很多人都说他赛后抱着福爱哭了 因为这是他再一次跟福爱并肩作战 可能以后这种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格米尼才会抱头痛哭 只不过格米尼却当着福爱的面辟谣了 但是福爱说出了大实话 小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 长大了哭着哭着就笑了 言外之意应该就是说格米尼是真哭了 只不过却是开心的哭了 格米尼听说你昨天哭了 没哭没哭 都不知道是谁说哭了 哭了个球球 你不该哭吗 我哭着吗 你不应该感动到哭泣吗 这么久了跟福爱并病症作战 哎呦 你能够整理一下发型 昨天格米尼哭了吗 他哭了吗 小的时候笑着就哭了 长大哭着哭着就笑了 总的来说 伊诺虽然出征沙特为国争光 AG全员还是时时刻刻想着他 并且他们也都没有忘记舞台训练 甚至还遇到了狼队 感觉其他没有去沙特参赛的队伍 要是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让自己的版本理解更透彻 夺冠的概率会大很多 比如KSG至于格米尼哭了也正常 本身他就是一个心软的人 当初也是为了Fly等人回归 却没能再一次顶风相见 只能说梦之队是圆了格米尼的梦了 大家觉得呢 这次回到你中文字幕后 在这次回到我中文字幕前面 打听了 都可以说